第623集 而就在这时 模拟秘境入口又是一阵晃动 一个青年如同箭矢一般穿出 稳稳落在地面上 白鸣玉眼睛一瞪 看这个人的速度和稳健步伐 竟没有受伤 在模拟秘境中 如果没受伤 也没到约定时间 那就只有一种办法能离开秘境 那就是完成任务 拿到模拟宝 林明 看到这青年的面孔 白鸣玉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这人竟是林明 林明 你完成任务了 夜水桶也愣住了 呆呆地看向林明 至于那些疗伤的舞者们 也纷纷停止了疗伤 全部人都看向林明 林明不慌不忙 一抹须眯戒 在他手心赫然有一枚 散发着浓郁元气的药草 而离开模拟秘境后 这株药草的灵气就迅速流逝 不一会儿就彻底消失了 而药草的样子也改变了 变成一块令牌 上面写着一个秘字 这果然就是模拟秘境中的模拟宝物 果然完成了 夜水桶瞪大了眼睛 虽然知道模拟秘境不完成任务不可能出来 可真正看到林明拿出模拟宝物的时候 受到的冲击力还是极大的 而在夜水桶身后 那些重伤坐地疗伤的弟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看着彼此全身血肉模糊的样子 在对比人家林明都感觉自己像是当众被抽了一巴掌 恨不得立刻变成一只蚂蚁钻进地里 别让人看见 他们拼死拼活在里边战斗 结果没坚持多久 就血肉模糊的送出来了 可人家林明不但毫发无伤还完成了任务 想想他们之前等着看林明笑话的想法 他们都有种想死的冲动 特别他们现在这个样子 在林明面前简直用一首歌的名字来形容 那就是无地自容啊 林明随手把令牌搁在桌子上 抬起头看了夜水桶一眼说道 夜世界 我先回去修炼了 林师弟 你 夜水桶吞了一口口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林明就这么走了 之前那些受伤的弟子一个个低着头 直到林明彻底消失了 他们才长出一口气 因为之前的争执 他们感觉被林明看上一眼 脸上都活啦啦的 现在林明走了 他们才觉得轻松一点 而白明玉则一直呆滞的看着林明的背影 直到林明从拐角消失 他的眼睛中猛然闪过一道寒芒 怎么可能啊 这天赋怕是比同级的我超出了数倍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白明玉慢慢捏紧了拳头 他感受到了危机 极大的危机 林明对他来说 就像是个谜团 很多时候天才的诞生 不单单是武者本身意志 悟性资质 气运的比拼 也是传承资源的比拼 否则再出色的天才也会被荒废 林明能成长到这一步 白明玉不信的背后 没有大势力的支持 可是有大势力的支持 为何那个大势力不派高手来收取实觉悟道果树啊 除非白明玉意念一动 没错 林明背后肯定有大势力支持 可是那个大势力却不知道实觉悟道果树 他们跟这件事根本就没关系 是林明以私人的身份来逍遥道 要取着实觉悟道果树 意识到这一点 白明玉心中豁然开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还不需要太过忌惮 毕竟林明现在没成长起来 可将来的话 那就未必了 这个小子 留着他绝对会成为逍遥道的敌人 除非把实觉悟道树给他 可那绝对不可能 白明玉正胡思乱想着 而这个时候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刻钟了 距离试炼失败的半个时辰 只剩下一点时间 而青传弟子中那三个神海 初期强者竟都坚持住了 又过了一小会儿 距离试炼结束只剩半炷香的时候 模拟秘境一阵晃动 两个全身是伤的人影 先后被弹出来 而刘云还在里边 两个人都到极限了 一出秘境就半昏厥了 夜水铜急忙上前 帮他们疗伤 他们俩也算不错 差一点就坚持到试炼结束 他们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眼周围的情况 就开始疗伤 而不一会儿 沙漏中的沙子彻底漏完 试炼结束 最后一位 刘云被阵法弹出 他全身是血 劈头散法 真元消耗了九成 凭借一口气支撑到现在 不过这样时刻游走在生死边缘的试炼 对他可有不小的好处啊 他支撑下来虽然全身剧痛 又疲惫到了极致 可却大呼过瘾 我做到了 半个时辰 我坚持到了最后 刘云的实力明显在众人中最强 其他两个舞者一出来 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 可他还能站着大笑 人的极限果然是压榨出来的 我竟然仅凭一股意志坚持到现在 爽 刘云嗓门很大 声音传到很远 刘云在这等着 怎么还不夸我呢 夸呀 然而他原本预想中的各种赞叹之后 声一点都没传来 这让他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不爽 目光一扫 却见那些弟子果然伤的都比自己重 而且都是被提前传送出来的 显然没坚持到最后 只不过现在这情景有点诡异 这些弟子全部用一种怪异的眼光 看向自己 包括白明玉和夜水童也是这样 你们看什么 林明呢 怎么没看见这小子 我倒要看看他嚣张 提出三十级难度 被打成了什么狗样 触目所及 没发现林明的身影 这让刘云更不爽了 他的成功 自然得有被打得体无完肤的林明来衬托 才能出这口气 可林明不在 他离开了 看着刘云的样子 那些提早出来的还在打坐疗伤的几个弟子 有些不忍的说道 离开了 伤太重 抬下去治疗了 刘云皱了皱眉 如果林明被抬走了 他还怎么显摆呀 这 这个 那几个受伤的弟子对视一眼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们也算跟刘云是一个阵营的 现在眼看这个刘云像个小丑一样 在这里卖傻 他们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这时候 夜水铜白了刘云一眼 没好气的说道 林明没受伤 他完成任务了 没等你 提前离开了 啊 刘云愣了一下 一时没反应过来 迟疑了一息的时间 他突然呸蹦起来了 是是是什么 刘云瞪大了一双牛眼 你开什么玩笑 你怎么可能 我才没兴趣跟你开玩笑 诺 看看这是什么 认得吧 被刘云质疑 夜水铜很不爽 指了指石桌上的令牌 不再废话 转身离去 而白明玉叹了口气 拍了拍刘云的肩膀 什么话都没说 可他拍肩膀是什么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不 不可能啊 刘云整个人傻着了 刘哥 真的 等白明玉也走了 那几个打坐疗伤的命运弟子 哭丧着脸说道 那声音就如同死了老爹老妈一样 林明两个钟前就出来了 完好无损 也没有消耗过大的样子 放些令牌 他就走了 我们亲一眼所见 刘哥 您接哀啊 发生在模拟秘境中的战斗 整个过程完完整整落在了木水天的眼中 当看到林明身边形成一道立场空间 屏蔽所有的攻击 甚至能搅碎坚硬傀儡身体的时候 木水天却是猛的一愣 这是什么立场 就这么强大 木水天所说 自然是林明的鸿蒙空间 立场的种类千千万万 武者可能诞生出只属于自己的专属立场 认不出来很正常 而木水天惊恶是因为林明的这种立场 显然品质极高 木千雪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把林明在递者之路中的经历说了出来 对看着自己长大的木水天 木千雪还是完全信任的 你说什么 混元天尊 鸿蒙空间 刚才林明施展的是混元无意 木水天吓了一跳 这鸿蒙空间如果不是木千雪告诉他 他不可能认得出来 毕竟混元天尊十万年前就失踪了 那个时候木水天还没成名呢 就算是在混元天尊失踪之前 他也是处于半归隐的状态 他真正叱咤神域的时候 已经是数百万年上千万年前 那时候木水天还没出事呢 再往前推算一点 就连千语圣帝老圣主 也就是话语界的界王都还没生出来呢 对混元天尊此人 木水天也只是听过一些传说 这些传说中 关于鸿蒙空间更是只提到知言骗语 具体它是什么情况 如果不听木千雪的描述 木水天根本就不会清楚 木千雪道 林明领悟的不是完整的混元武艺 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天魔武艺 只是一部分 木水天眼皮微微跳动 传说完整的混元武艺有三部分 分别为天魔武艺 天人武艺和天神武艺 人神魔三着合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混元武艺 这套武艺 哪怕在无上神武中 也是排名极其靠前的一种 木水天站起身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男男说道 不可思议 林明竟然得到了混元天尊的传承 真是不可思议 木水天面色复杂 天尊是什么概念 他自然无比清楚 那是真正站在神域顶尖一层的人物 到了天尊这个境界 已经不再插手神域的事了 在他们看来 哪怕是两个神域大界开战 都属于小事 他们要做的 只是一心去追寻大道 追寻永生 对神域的武者来说 那是真正不可触及的神灵 如果不是木千雪描述 木水天甚至不知道十万年前的天尊大战 更不可能想到 那场天尊大战的地点 竟然会是夏季 而不是在神域 天尊之间 为何会发生战斗 而且是生死之战 很难想象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值得他们拼命 难道是魔方级别的宝物 千语圣地的老圣主能保留魔方 是因为魔方的存在本来就是个秘密 别人很少有人知道 哪怕天明子当时攻打千语圣地的那些盟友 也只是知道魔方这个名字 究竟他是什么 他们并不清楚 木水天所知道的关于魔方的一切 关于他如何如何珍贵的判断 都是老圣主推算出来的 究竟是不是准确 木水天可不敢肯定 所以他不禁怀疑哪怕是魔方能否引得天尊级别的高手生死相向 当然 关于天尊间的争斗 已经不是木水天能够想象和探寻的事情了 恐怕只有当年真正参加过那场大战的混元天尊 雷伐天尊 才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和隐情 不过 如果林明能得到混元天尊的传承 那么相比而言千语圣地的传承可就显得有些苍白了 想到这儿 木水天心中对林明的印象明显发生了极大变化 姑姑 你难道还要考验林明 木千雪问道 他将此事告诉木水天是经过了一番犹豫的 倒不是他信不过木水天 只是这个事情实在事关重大 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最后木千雪还是说出来了 当然是为了木水天对林明的信任 木水天愣了一会儿 说道 虽然按照你的说法 林明是在秘境中偶然得到混元天尊的传承 不过混元天尊这等人物 哪怕他已经陨落了 他的传承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得到的 林明可以说是混元天尊选定的传人 他能得到这一份传承 甚至可能当年的混元天尊都隐隐有些推算和感应 既然是混元天尊选定的传人 我确实没有考验林明的自过 比起天尊来 我们前于圣地就为一步足道了 雪儿 不要怪姑姑小气 实在是因为十绝武道果树对逍遥道同样意义重大 我必须得深重考虑 而且现在正是逍遥道最艰难的时候 逍遥道弟子在一届秘境中受到了断魂山和玄谷祖的联手打压 现在资源命脉日益紧张 如果逍遥道再失去了十绝武道果树 而林明又不能在千年之内成长起来的话 那么逍遥道就岂岂可畏了 别说是晋级圣地 就算是保住现在的地位也非常艰难 搞不好当年你爷爷布置下的这颗棋子 就会失去作用了 玄谷祖断魂山 木千雪微微一恶 他们是 是逍遥道的死对头 我们逍遥道说出海语 名为洪荒海 洪荒海因为海底暗藏了一届洪荒秘境入口而得名 逍遥道 玄谷祖断魂山 就是盘踞在洪荒海上的势力 洪荒秘境中出产各种药材 矿石资源 虽然这些东西不算珍贵 可储量极为丰富 是我们三大宗门资源的来源地 数万年前 三个宗门还很弱小 为了保住洪荒海的势力范围和洪荒秘境 三大宗门联合起来面对外地 那时候 彼此之间关系很和睦 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 三大势力都发展起来了 每个势力都难免胜出独霸洪荒海的野心 如果能够独霸洪荒海域 再吞并其他两大宗门 再发展个万年时间 绝对能成为圣地中上流的存在 于是三大宗门间这关系日益尖锐 其中逍遥道 因为有时觉悟到果树的支持 在三大宗门中又发展最快 现在查一丝成就圣地 其他两大宗门感受到了威胁 就连手打压我们 从一开始被地下黑手 到现在摆到明面上来 特别是洪荒秘境中资源的争夺 每一次都争得雪流成河呀 同是资源的供给地 逍遥岛的洪荒秘境 和四大氏族的神兽秘境 差别非常大 神兽秘境中资源很少 可一旦找到却价值极大 有的甚至是惊天的宝贝 可相应的呢 秘境的危险性也大 适合天才弟子试炼 可逍遥岛这洪荒秘境完全相反 资源数量极多 这里大片大片的药材成圆野状 成片成片的矿藏 只要进去采集 根本不需要搜寻 就能采到大量的资源 可这个资源的价值相对比较低 绝顶天才对这些资源 不怎么看得上眼 可对一个宗门来说非常重要 一个逍遥岛 不知的多少弟子 平时各种开销 全都得靠这些资源支持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洪荒秘境更像是个矿山 而那些进入秘境的弟子 就是矿工 但凡是一届秘境 都有空间障壁和神域主世界相隔 越是修为高的舞者越难通过 原本洪荒秘境危险性不高 只要派出一些玄丹弟子去采集资源 再派出沈海奇弟子去防着秘境巨魔 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三大宗门彼此争夺 逍遥岛不得不一再去加沈海奇弟子所占的比例 从原本单纯的采集资源到现在几乎变成一场战争了 可每投入一个沈海弟子 却又需要在传颂的时候消耗大笔的紫阳石 这么一来 逍遥岛就麻烦了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比紫阳石储备 逍遥岛当然比不过玄谷族和断魂山加在一块多 如此一来在洪荒秘境逍遥岛就占了很大的劣势 另一方面三大宗门不可能真的爆发全面战争 这个损失谁也承受不起 真的斗个鱼死网破 这片海域说不定就让别的势力给接收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一点点的通过洪荒秘境来削弱逍遥岛的根基 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想明白这些 沐谦学微微沉吟说道 原来姑姑是在顾虑这个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下一次让林明参与到护送队伍之中就行了 他的修为不高 传送进去花费不大 可是他能发挥出的战斗力却非常高 嗯 沐水天声音一顿醋眉道 林明他才拔出命运 虽然说他实力已经超过了一般神海初期的天才 可在一届密境中 一旦厮杀到狠的时候 连神海后期的武者都会出现 甚至到了拼命的时候 连夜水同白明玉之类的人物都可能会出战 矿藏虽然重要 可是一个决定天才更无价 如果林明在其中陨落 那损失太大了 对于沐千雪选定的人物 沐水天当然重视 亲眼所见林明在模拟秘境中的表现 将来成就圣主绝对没问题 这样的天才派去异界秘境太冒险 可沐千雪却笑道 姑姑放心 绝对没问题的 而且这对林明来说 还是一场难得的实战魔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